請問牛總在這裡嗎? 牛哥今天沒有回公司 那我應該去哪裡找他? 我打電話他手機也沒人聽 牛哥呢? 牛哥去了哪裡?我們真的不知道 不好意思 你幹什麼? 別胡說,他是牛哥的女朋友 就是他? 他會不會上來跟牛哥的 所以咯,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非是牛哥到時候說我們說他的私人事情 不好意思 這樣非常時期,我們一聞三不知 這位小姐,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不知道牛哥在哪裡 是啊 那不如你們幫我把這封信交給他 別搞 這些私人的事,你都是親自給他 是 但真的好趕的,麻煩你們幫忙吧 那或者你明天再來過 是啊,再來過 不行,真的好趕的,幫幫忙吧 小姐,不怕老實跟你說 我們公司規定我們上班 只可以做老闆交代的事 做其他事情就會靠錢 你也無謂令我們難助 原來是這樣吧? 不要緊,或者我跟牛哥說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是 好趕的,你也是明天再來過 是 明天再來過 明天再來過 送客 不好意思,明天再來 媽媽,拜拜 拜拜 我問你們 昨天是不是有個女的到公司來找我 是啊 不過我發誓啊 我沒跟她說過任何事 是啊 是啊 我都想到 難怪人家說一問三不知 而且轉交個信封你們都不肯 你們平時就是這麼對待客戶的嗎 蛤? 蛤? 廢話 你們差點耽誤了我一筆大爭你知道嗎 牛哥 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嗎 喂,她是女朋友 什麼女朋友 那我們以為她是你 真是荒唐 你們想哪兒去了你們 啊 牛哥,那你又很難怪我們 她額頭上面又沒有作字 萬一我們是嗎 說錯話又說 觸犯老闆隱私了這樣 是嗎 是啊 就是咯 對這種來歷不明的人 我們也只能這樣子 是啊 你們這不是交往過正嗎 啊 喂 老公我們沒辦法給我們逼的嘛 是啊 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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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這一條咱們取消 啊 啊 真的嗎 不過你們以後可得記住了啊 不管什麼人來公司 一定要先問清楚啊 不能那麼犀利糊塗的 明白了嗎 啊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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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熬了這麼久總算解放了 哇 這麼快解放啊 我們頭上邊還有狗座大山啊 是呀 怎麼說都好 總算是個好的開始嘛 是啊 沒錯了 話說得對 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 以後的事媽媽才從長介意 喂 話說回來 搞這麼久 原來由美擺烏龍 搞到以為牛哥真是避情所困 什麼擺烏龍啊 我明明千人看見他 更有個出山路對的啊 真是的 好啊 又說老闆是非 啊 不記得告訴唐小姐 知道了嗎 知道了嗎 不准說老闆私事這條規定 已經取消了 誰說的 牛哥 好啊 年度最佳僱主評選 還有僱主調查 最變態的老闆 最嘔心的公司規定 最難聽的老闆口頭善 如果牛哥參加這些評選 那分分鐘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想對我們惡的也不敢 啊 牛哥 啊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麼啊 我想提醒你參加這個 年度最佳僱主評選 什麼啊 你覺得我有點資格嗎 其實做人呢 要挑戰一下自己啊 我覺得這件事呢 很適合你和車的 啊 還有啊 你說呢 這次評選 現在很熱是不是 啊 那參賽的單位 肯定是一些個 著名的企業 像咱這小家小戶的小公司 牛哥啊 就是因為我們小公司 所以我們要通過這樣的評選 要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和這個補光率 這樣對我們的發展 才有幫助 啊 有點意思啊 我瞧瞧啊 犯人仔又輸了 犯人仔也不賠償 是不是 沒錯啦 我作為喜洋洋公司的這個員工呢 我都希望我們自己公司呢 就財源滾滾 是吧 事業就蒸蒸日上的嘛 是吧 那 我就決定 散散 好好好 牛哥 那我立刻跟你報名 哈哈 哈哈 哈 哈 你幫牛哥參加了最佳僱主評選嗎 嗯 你這樣做我們有什麼好處才行的 當然有好處才這樣做 牛哥呢 經常用熱購人工來威脅我們 是 這次呢 我們就給了一個提款證明 用評選來威脅 嗯 那真的厲害 如果牛哥呢 就參加了這次評選之後呢 那很多的記者呢 跟蹤採訪的嘛 那到時候呢 牛哥要訓的嘛 他沒有選賣自己的形象嘛 到那時候 你說那個主動權在哪裏呢 是不一定的 哦 我明白了 即是以其人之道 還自其人之心 呵呵呵 今次還不是風水淪流轉 這樣啊 口講無憑啊 記者未必聽過你說的 是啊 所以說呢 三人自有妙計嘛 你放心 可以 咦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了 現在呢 主角路 你們將牛哥平時發我的時候 說的那些說話 全部給我記下來 嗯 牛哥 這個是最佳僱主評選的報名表 我已經幫你報了名的了 半年之後呢 就可以公佈你的名單 嗯 還要等半年 就是你想一下 你最近呢 有很多事要做的 啊不是哦 應該準確點來說是 你很多事是不准做的 嗯 什麼不能做啊 牛哥 我都給你準備好了 你看看啊 嗯 這些都不能說 三條腿的貓不好找 兩條腿的人有的事 嗯 你有沒有腦子 嗯 你以為你是誰啊 哈哈 就這麼幹 你還想拿公司 這些台詞呢 都是你的口頭善來的 為什麼不讓你講這些話 哇牛哥 你還不用問呢 你是半個公眾人物來的嘛 那萬一你那些記者來採訪的時候 你忽然之間爆了幾句 會影響你的參賽結果的 嗯 那這好吧 等記者採訪我的時候 我我我記者不說那一句話不就完了嗎 哎呀 不行的 哎呀 這樣呢 就叫做龍虎作假取消比賽資格的 我們幾個呢就商量過了 為了引起你的重視呢 講錯一次呢就 罰款五十萬 哈哈哈 還要罰錢 這憑啥啊這個 哎牛哥 就憑你是參賽者呀 我們作為員工啊 有權對你進行那個輿論監督 是啊 那我是這兒的老闆 你們怎麼監督我啊 啊 這層你放心啊 我們會重一點點就買兼的 啊 錄音筆 你們想 告我的面 哎 牛哥 我說話不能這麼說的 只不過是提醒一下你這個意思 哎 阿祖啊 啊 把那個給周總發出的那個企劃書啊 再給我拿回一份來 來 牛哥啊 啊 那份東西不知道擺在哪裡 阿奇啊 拿你的那份頂住 喂 沒有啊 哪有呢 這樣啊 尤美一份原稿在尤美那裡 尤美啊 尤美 我平時跟你們說什麼來著啊 你可你 就是工作上不認真刁亂的馬骨大義 啊 我可告訴你們 我再重複一遍啊 三條腿的貓外頭不好找 兩刀腿的人有的是 你們 你們如果再這樣的話 我就 把你們全部PK了 哎 牛哥等等 等等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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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找罵是不是 你別這麼勞氣著 的確呢 我們是疏忽了 哈 但是呢 我們都接受了你的批評啊 這樣吧 你剛才罵我們那時候呢 一論嘴說了不應該說的話 那我給個打包價給你呢 三百塊 我…我剛才說錯了這麼多話嗎 當然啦 啊 牛哥 要不需要回放這支錄音筆給你聽聽 拜託 拜託 二手你好 大佬你好 臭小子 嚇得個壞樣子 喂 這麼開心有沒有好事啊 喂… 鑫仔 說實話你那時候有些牙痛的聲音 怕牛哥扣你獎金 沒事了不扣了吧 所以說這個世界是風水輪流轉的 你現在害怕的那個不是我 是他 你真壞 睡了一晚想起那些臭小子 弄牛哥 別這麼盡 是自己人 甚麼臭小子 你知不知道我對他去參加這個 最佳雇主評選 最佳雇主評選 這是好事 選得到就是好事 選不到就是大家的利是 你知不知道做一個好老闆 是要專手很多清規戒律 你這臭小子 想著這種招力吃著牛哥 你看看 如果不是我怎麼回事 是這麼說的 是嗎 糟了,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做 我聽剛才這麼說 我差點想去報名 所以你千萬不要 這些東西十成十 就是有些馬仔做的老闆 你又把腳搶下去 真是自己找自己笨 是 這個笨人… 有好消息 有好消息,找到老闆嗎 還沒找到 我說這個好消息也很厲害 甚麼 報紙筒 你說有甚麼對街故事 你平時不想邀你去參加 是嗎 是呀 甚麼有這麼順利的東西給我 是呀,你看看 你別看也行 我趕你聽 條件很簡單 你對我平時多笑一點點 罵我一點點 還有給錢多一點點就行了 糟了,這可能比較難做 因為你知道,我通街也知道 我是殘雞蟬 這件事我想推薦你去做 這個最佳的僱員評選 是呀 其實很簡單的 你有空就早點回來一點點 好 做事就比別人多一點點 拿獎金的時候 拿少別人一點點就行了 是嗎 是呀 你真是找笨 我找笨嗎 是你找笨還是我找笨 笑… 除非我傻了,瘋了 我自己的氣氛好妥了 怎麼下課後下臉 是呀,站住了 搞錯了,跟陳總見面的時間 現在被牛哥散了 是呀 阿七啊 我再跟你說 幹工作 不能那麼叼兒郎當的 別以為自己有一個大學文憑 就感覺了不起了 現在大街上 到處都是研究生 博持生 知道嗎 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告訴你 如果你今後再這麼幹工作的話 我可就把你… 呀呀呀呀 牛哥 你再說呢 就有犯規了 其實牛哥 你的意思我們明白的 但你每次都這樣罵我們呢 我們也自尊心很難受的 是吧 那好 那你教教我 如果再遇到這種 吊兒郎當不好幹工作的人 那我該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的牛哥 好 你應該說 阿奇聖阿奇勁 阿奇沒得頂 我差點沒吐了 這真是 沒什麼吐 這牛哥 這個叫做賞識教育 跟著呢 你就可以心平氣我 與眾心情地說 哎呀 阿奇啊 我知道你工作辛苦啊 壓力也大 但沒關係 聖人總有犯錯的時候 你好好幹 以後我會給你生殖加薪的 你說什麼 就你這樣的 我還給你生殖加薪 牛哥 其實這些就是鼓勵嘛 你一鼓勵多一點 我們員工也積極一點 好好好鼓勵你 阿奇啊 好的 我會給你生殖加薪的 牛哥 你不可以抱在後面的 你要發自內心 真心一點才行 你再試一次 發自內心 面帶笑容 他也 那好 這樣 哎呀 阿奇啊 好好的幹 將來我會給你 生殖加薪地 好的 牛哥 我這樣說 你舒服了 是嗎 舒服了 她說,走… 一會兒… 大哥 好… 謝謝,謝謝 什麼事? 我們大家有商量過 鑑於你這份人貴人善良 所以特地列了一份表給你 就怕你在情急之中說這些不應該說的話怎麼被開閘 阿朵,你又玩什麼鬼馬戲了嗎? 是… 這邊你以前經常說的 這邊就是你現在應該要說的 你明白嗎? 嗯… 我說都沒給你聽聽 你以前經常說 三條腿的媽我不好找 兩條腿的人大吧 對不對 我現在就應該說呢 雖然外面競爭比較激烈 但是我們喜羊羊是不會吵你們的 這次有搖賓語了 你這麼幹?還想拿工資? 你現在的人會說什麼呢? 無論沒問題就沒問題 工資就發了 你這樣說的,我們也明白那個意思 你說不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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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哥 你現在吃到這個東西 你從身體當的東西 你這樣說不 你看看啊 你打的這不到一頁 就有十幾個錯別字 你這樣工作難看啊 啊 老是那麼馬馬虎虎 吊兒郎當的 這樣能幹好工作嗎 我再告訴你一遍 啊 賣到三條腿的貓不好找啊 牛哥 小心犯規啊 這 好 阿祖 那真是牛哥這次 就被你那個醉雞褲子 脆弄得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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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握不握地讓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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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公簣 bulb 牛哥不對, 你現在一樣不對 你這樣搞法, 讓他冤冤相報, 何事了 是呀 老大, 果然有正義感 不怕告訴你, 現在的環境就是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 而是西風壓倒東風 有時做人的事不要太過分 過太就不好, 是吧 你也會說, 是吧 風水輪流轉 那倒是呀, 你不如多花點心機 放在工作上, 不會整天打算弄古人 那倒是, 媽媽, 這一層你放心, 你兒子這麼聰明 是吧, 有分數的了 有就最好了 你真是, 你到時搞得大家面貌不好不好, 但不是 你說什麼 要減少贊助 對不起, 牛總, 這個是我們公司臨時作出的決定 我也是昨天先收到通知的 你決定就決定了嗎 我告訴你, 林靖雯 我是看到咱們合作多少次的份上 嗯 我再謝忍你, 是吧 你能不能回到公司, 再跟他們商量商量商量 真是不好意思 我都是負責收行上頭決定的 就一點商量, 餘地都沒了嗎 希望你原諒 原諒你 那我的損失是原諒啊 我 對不起, 謝謝 這是一個大客人, 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牛總, 是不是找到新的解決方法呢 或者我幫你參考一下 你真想聽啊 聽著啊 你有沒有鬧 你以為你是誰 你少給我找藉口 我告訴你 三條腿的貓不好找 兩條腿的咱們有的事 你到底還是想做還是不想做 你要是不想做, 你給我滾 你真是 人呢 牛哥, 他走了嗎 走了 他以為你… 他以為你罵他嘛 還不乾爹走得磨嗎 我罵的就是他 就沒有見過這麼… 這麼不講義務的人 告訴你 我好長時間沒罵人罵得這麼爽了 哎呀 我好長時間沒罵人罵得這麼爽了 我跟你說太好情了 我現在算是活明白了 做個自由的老闆 多好啊 蛤 諒七早 呵呵 Housing 來一個 哇 我講不要對了我 熙玉華多 沒對到我 沒對到 encounter 漏眼半啊 噢 马虎潦草,一点创意都没有 牛哥,创意这家伙子是可遇不可求的 说你们什么好意,没有一个什么的灯 你们还想让我给你发工资啊?没门 牛哥,你不应该这么说话 那我就告诉你,说明白了吧 如果今后你再不努力的话,我可就把你炒了,你信吗 老牛哥,有了有炒的话,不过你讲清楚的 看不清楚,我告诉你吧 你说那个最佳雇主,我早就不玩了 不想,不想,不想,长大了 牛哥 早上好,牛哥 都几点了?现在都中午了 怎么又时到了?塞车 又塞车?我不是不让你说塞车这俩字吗? 我不爱听吗? 牛哥,你千万不要发火,小心又要被犯规了 哦,你不是已经被罚了一百块钱了吗? 唐小姐,给油美记上 迟到,顶撞领导 罚款一百五 牛哥 我是老板,我说了错 你是不是搞错了? 现在该罚的事,你不是我 我搞错了 是我搞错了,还是你搞错了 杨妹 小姐 老公已经退出这最佳股之平逊了 好 我 知道怕了吧 还不赶快工作 不赶快工作 我不赶快工作 婆嫁 我不赶快工作 不赶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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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股 sociales 作课